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听每日快祷 我是周兰牧师 让我们随时透过简短的祷告 一起来经历神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在哥罗西书四章五节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爱惜光阴 顾名思义就是珍惜时光 特别当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 看到有些人瞬间失去生命 格外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时光 珍惜生命 过得有意义 爱惜光阴另外一个翻译是 把握时机 跟下半句的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连在一起 是指基督徒不应受到世俗价值观 或周围环境的影响 而用圣灵所赐的智慧 把握时机与不认识救恩的人互动 在当中见证基督的生命 在这个时刻也许有些活动停止了 时间好像多出来 可是我们却更需要好好的来规划 自我充实或者是与家人相处 把握时光 如果你是基督徒 更要把握这个机会 警醒地祷告 不随周围慌乱 并且能够对周围有需要的亲友 来关心他们 见证基督的福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赐给我生命 赐给我时光 求你帮助我有智慧 知道怎么样来运用每一天的日子 每一天的时间 不是让他白白地流逝 求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把握这个时机 让人心不安的时刻 更将基督的平安 带到周围有需要的亲友当中 求你先用你自己的平安 在我的里面做主 使我因着精心祷告 我的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 以至于可以来关心周围的亲友 见证基督的救恩 求你亲自的来帮助 好弟兄姐妹 鼓励你自己也开身来祷告 我可以来帮助你 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